11月29日上午,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一行 开启了在湖北的访问行程,访问的第一站来到了武汉亚新总医院 当天,林郑月娥一行先后参观了医院空中救援高架直升机场 以及医院自购救援直升机亚新一号 新冠疫苗接种中心,备用新冠患者专用负押病房 与一线抗疫医护人员交流,并向前线抗疫医护人员赠送景旗 感谢他们在抗疫期间的艰苦奉献 林郑月娥在致辞中表示,武汉为全国抗疫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大家共同努力下,50多万内地回港人士无一感染 并提议为抗疫一线医护鼓掌 看医院的目的是让我亲自向在武汉抗疫的每一个英雄 表达我的衷心的感谢 因为香港毕竟是咱们国家的难大门 我们还有内地的人要回到香港 香港人游到海外,海外的人游到香港 虽然我们有非常严格的隔离的措施 但是还是有风险 现在从内地回到香港隔离的 累积的人数是50多万人次 从海外来的是38万人次 通过你们的努力 50多万的内地回来的人次 一个感染都没有 所以我提议我们从香港来的要为你们鼓掌 林真月娥表示 本次访问湖北 希望通过总结抗疫经验 把两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再次提升 在抗疫期间 湖北为全世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亚新总医院是香港人投资的医院 期待香港和湖北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合作 能取得更大进展 我们选了希望跟湖北成立一个高层的合作 也希望香港跟湖北往后 我们把两地通过这次疫情的总结的经验 能把两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再次提升 我们往后在医疗卫生的科研方面 也有大量的合作的机会 所以我希望我们两地往后 在创新科技 特别是在生命科学 医疗方面 有更大的合作的空间 我们下期再见